謝謝主席 接下来请陈兴宇议员咨询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甄丽叶议员 请朋友大家平安 市府的团队大家好 先把 先喝口水 先把档案 第一页 这个议题其实我已经咨询超过十年了 都可以这样算 20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这也是主席跟我们一起共同所 关心的地方的事物 我还是重申的这句话 让寿家都更才能够打造新草丫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除了现场有去过新草丫地区的市府团队请举手 有进到这个地方过的 好谢谢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我们曾经一直不断的提到 除保罗罗保储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的一个情况 也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一个住宅的一个环境 但是呢现在这边的地平呢 在让售的时候呢 这边的土地的售价 从14万以上起跳甚至高达20几万 还有人哄抬价格已经到34万了 只不过是一个七坪的小空间 他就哄抬到一坪34万的一个程度 那我换做大家啦 这个地方如果一坪只卖10万元 想要去那个地方购地盖房子的请举手 不要4万8万就好了 8万就好了 如果你现在没有房子 你可以一坪8万块 你要不要过去那边买房子 请举手 为什么不要 高科领 只赔8万 你说用8万块就好哦 不要讲到现在14万起跳 8万块就好 要不要 不要 5万块 要的群举手 5万块 真的5万块没有 那3万呢 还是没有 连1平3万块 你就都没想要去住 你都没房子哦 现在是都没房子哦 你现在有一笔钱 但是这个地方很棒哦 这地方多棒 这地方紧邻高雄的门户 紧邻国家的门户 对不对 离高雄港离高雄机场 最近了呢 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优势 而且你看捷运也通过 学校好几间都在那里来 我再帮大家再推销一下 这个地方1平只要3万块 你现在手上有300万的这个现金 你要不要去买 你可以买100平耶 100平算豪宅以上的程度了嘛 100平对 那只可以盖50平啦 可是有100平哦 加上盖违建就差不多到80平了啦 这是不对的示范 不能盖违建 但是我问大家 1平3万块 你可以买100平 请举手 可以打折 我现在愿意打折 如果你们来买 我打8折 有没有 有心动的请举手 结果还是没有 主席 我们这里3万块 打8折 没人买来买了 所以退买了 但是呢 财政局给我的资料说 诶 不错 这里好像有一些起色了 大概将近一成的人 愿意去登记啦 但是呢 其实这个比例 其实是不高的啦 这比例是不高 而且有比较多的一些限制 在我们所有的议员 包括主席 我们在这样长期的争取当中 今天我收到财政局给我一份公文 如果他承诺五年之内 要起除的位 他愿意让他贷款延长到20年 所以我也跟所有的 这个超级的乡亲讲 新超级的乡亲讲 我们前年称降 所有的议员 大家打招牢努力 你如果愿意 签一个议员说五年 他来要起 他要给你20年 他上的这个财款 当然你有起没起也没差啦 不过你议员要下啦 我先跟你说就对了 你议员要下来 他要给你起 拿过20年的财款 议员要下啦 钱到时候慢慢行 房子慢慢去嘛 不然现在建材越来越贵 不一定五年期的起来嘛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财政局有一些 有一些延长的一个机制出生 产生了 但是开增补偿金这件事情 我还是坚持 我还是坚持 我也希望主席要支持这件事情 也就是明年一月份 就要开始开增补偿金 我们也希望主席 也可以来一起来支持 就是让这个补偿金 随着落日条款的最后一天前 来缴纳 这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这个本来就有缴 并不是没有缴 那这鼓励 当然啦 我觉得逼他们明年就来缴 这是一个棍子的一个做法 并不是一个萝卜的做法 应该其实要鼓励更多 他们愿意主动来缴 但是呢 我觉得要在体贴弱势的基础上呢 把这个补偿金开增 延后到 这个落日条款的最后一天 我想主席一定要也会支持这件事情 但是我刚开头讲的 这个是一个不友善的一个住宅环境 所以都更也一定要做 但是呢 我们可能要去鼓励到县地 居民他们愿意出来做都更 其实不容易 因为其实困难性很高 所以能不能政府先主动来做 政府主动来做 将当地的所有的这些公共的场域 包括公共的建筑物 像驱工所啦 地震所啦 或者是护震事务所啊 还有包括那附近的草芽派书所消防局 那一边包括那个 平均的新建的这个 这个建筑物都已经超过了30 我看都要35年左右了 所以这些老旧的建筑呢 其实也不服使用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将这些的办公大楼 可以 这些的办公处所可以集合 集合之后我们可以来做一些的变更 让这一些的办公处所可以集结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对于我们在地的居民 也有很高的这种办事的这个便利性 所以我们认为说新草芽的成功 这个改造的成功 还有让寿案的成功 一定要让寿加都跟一起做 那再来我有跟这个都委会的时候 有跟都发局请教过 那个中继住宅的这件事情 那你跟我讲说这个财政局说 他们的需求不够 我后来去调出来了 我马上很认真 我把它调出来了 财政局给我的几份问卷 他这个关于安置住宅的这个部分的问卷 是你都发局所提供的问卷 局长你知道这是你们提供的吗 这个安置住宅的这个部分 题目对 题目是你们提供的 我念一下题目 那个也让主席可以了解一下 属新建大楼建筑 预定地位于新草芽范围内 预估月租金五千元 最长可住五年 你是否愿意入住 我认为你们在设计这个问卷的时候 到底是用什么心态 或者是你用什么条件 或者是你用什么方式你会去新建 你会把它设计成有五年 并且月租金是五千元 五千元 然后只可以住五年 你这样子设定是怎么来的 你根本没有站在他们 新草芽人的立场 难怪他的意愿很低 对待会我会跟你说 我会让你回答 所以我认为 我刚刚我也去把这个题目 再去问过了几位 在地的居民 他们说 只要让我们住五年 我们就没法住住了 还有他们的房子 不知道是好啊 买的房子啊 好像以台北来讲 为什么他们的社会住宅 不见得会成功 第一个他们的租金 跟外面的一般住所的租金 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们的房子呢 台北市民有盖的房子 这个社会住宅 又没有外面的房子来得好 所以居民他当然会去选择 那边的民众当然不会去选择国宅 不会去选择社会住宅 所以你们大概应该要站在 这个新潮洋人的立场 去思考这个问卷的调整 你们这样的题目 换座我也不要去 五千块 我可能可以再去住 更好的房子 因为现在给大家觉得 政府盖的社会住宅 就差不多就想 是想三民国宅 或者是做那种小国宅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那这样子的话 没有办法改变人民 想要进去住的心态 那我觉得新潮洋在这个地方 滞留的这个情况 已经比红毛港的时间 还要更久了 而且这边的环境 其实是真的不是很理想 也就是它的整个道路的 那个很不理想 厨包楼包楼 这个你们应该都是知道 所以第二个部分 我就要求就是说 我们先可以整合出 这个打通任督厄马的部分 这个我也讲过了 也就是 也就是把这个正中路 跟正新路来打通 拉通这个 把这个正中路拉直 我就可以趁着这一次 来做都更的时候 跟让寿的时候 一起来做 然后呢包括我们把公共使用的这些 核属的这个这些建筑物 把它 把它这些其他的 在办公处所 都把它集结管 然后可以让这边 我们这边又可以看到 把它做变更 我觉得变更换钱 这样说好了 所以可以让整个 各个分散的这个办公处所 公务单位的这个办公处所 可以集结到这边 然后可以成为一个 新的一个行政中心 那配合把这个正中路拉直 这个整个 整个一个社区的一个样貌 就感觉就非常的完整 那这块地呢 就可以整个把它清出来 成为商业区商业用地 我想这个地方就可以转 转卖钱了啦 说话怎么办 用这个买这个钱 来建议我们这栋新的前镇大楼 前镇区大楼啦 所以我这样子跟都发局建议 虽然都发局不见得常常做工程 但是你们也抢了不少人家的工程在做 你们也跟公务局抢了不少工程在做 所以就盖一个新的这个联合行政中心 我想公务局也在现场 你们还是可以来主则 请公务局来协助 这堆就会这边 你们会这边来邀请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我上次在都委会的时候 有邀请过说 局长等你这个业务报告咨询完之后 我们再去现场看一下 所以待会我也可以请你再做一些的回复 第二个部分 其实道路的使用 其实一直都是行人的这个痛苦 大家也都希望 我想公务单位也希望 特别是公务局也非常希望 道路就是很平 但是呢这个我们高雄的这个用路习惯呢 还有对于人民他在做这个道路的施工之后 对于这样子的专业认知可能不足 其实包括我 我自己身为代表也许我这样子的专业认知都不足 我可能不知道这个道路呢 一铺完要有多久的时间要让他夯食 我可能也不知道 這些道路復過之後要多久的時間要去探 所以我剛才知道我開過的時候 我車子變毀的 我整條路爬路的時候 我就停頂著著著著 我想我用我自己就是民眾的立場 來理解這些路 可見的我覺得我曾經跟研考會建議 可以開一個課程 然後請公務局或是養工處 來給我們所有的議員們上上課 这样我们对于这个道路的使用呢 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专业认知 那才能够去说服很多的民众 因为有时候呢 因为我的无知 然后我知道说 啊我这个民众 像丁城这条路很破 我就逼这个养工处 快来收 结果就排挤到 真正那个破旧的道路 我真的认为 我应该这样子的认罪 但是因为我的专业知识不足 所以我需要你们告诉我 什么样的路 你们在维修之后 需要多少的时间 我们需要忍受多少的时间 我相信全世界的国家 他们要得到一个平坦的道路 也一定是付出代价 那我觉得民意代表 要先有这个专业的一个 尝试就好了 不要知识 尝试就好了 但是一定要你们来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需要的方式 还有我们 我们觉得现况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知道养工处已经跟这个 中刚的这个 什么诗 那个叫做什么诗 转如诗 对 已经有示范了 找几条道路来做示范 而且我们看到那个路 其实是非常的硬 也非常的平 当然我们就期待说 因为 前镇草芽地区 还有包括像南池 这种比较 有大型车辆经过的这些路段跟区域 我们就期待 呃 局长你可以在这几条路段优先的来施作 在这几个重车压过的这些的区先来施作 当然我也希望说局长你可以去跟中刚请议啊 请他们赞助一条包括刨厨啦包括这个路包括他要做一条新的路 给我们赞助一条沿海路全新的给我们 对头到尾 不可以赞助他们赞助前面的那条 主席 让甘副局长去拜托他们 要回馈社区啊 沿海路整条都看 沿海路 对 祭给我们做一条沿海路 给我们赞助一条沿海路 让我们转转都可以通车 不要再用到我们监护的医生 因为他们做的路基确实一定会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问题出在路基 所以我做几个建议啦 第一个当然希望局长你可以带队 请这个中纲来认购不要认购 认养认捐好不好 认建沿海路整条路都把它盖起来啦 整条路的权限 然后第二个部分也希望 后面没时间我可以去第二次到第三次 这样好了第二次就好了啦 十分钟一次十分钟可以吗 跟主席请示一下 我应该不用用到十分钟啊 你没有登记呢 现在写好那你多两分钟 好谢谢主席 第二个我建议是道路的基底层的改良 一定要先列为优先的项目啊 我认为如果有限的钱 然后少部分少部分来做 高雄市总有一天会把整个 这个道路的基底层可以做好 很好的这个改良 我觉得慢慢来做 那跟所有的议员来沟通 我们都会接受 因为如果路的基底层没有改善 没有改良 我们再怎么样做都没负责 预算也不够啦 第二个针对高承载的路线的道路 和重要的区域 示范建立道路PCI的这个指数 当然这个花费可能会很高 但是我们也请公务局可以来考量 再来第三个也参照其他的国家 印地制宜来建立共同的管沟 这可能水利局也需要一起来配合啊 那第四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要向我们民意代表 向民众来宣导 在施工品质上的这些的教育 不然的话我觉得民众 他其实不知道 他当然就骂啊 但是如果我们跟民众 一起来讨论 也一起让他们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彼此 要让城市进步所付出的共同代价 而且是很小的一个代价 大家要彼此忍受 来接下来是 请交通局警察局可以加强 这个超载的问题 去取缔超载的问题 其实都是大车超载 然后交给我们这路 交给真的密密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公务局 可以要求交通局跟警察局 一起来配合 最后一个呢 请本地的企业来任养道路 刚我讲的就是请中刚 中刚其实你如果认领一条 那台船也认领一条 我们小港几条 重要 比较高跟密密帽帽 大概就都可以完成了 我觉得一个人用一条 然后 这个台南市现在呢 他们有自身那个沥青搅拌厂 其实我们高雄也有 可是因为我们的量 其实还蛮少的 因为预算就救了 这个局长知道 所以有没有可能 我们自己把那个沥青的搅拌厂扩大 我们把那个量补足 甚至我们那个量 然后未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沥青的那个预算的扩充之后 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施工品质 我说台南的 听说台南的 它是比照我们高雄市来做 但他们的预算有比我们多一点 因为他们就说自己做 然后自己扣 所以把沥青的那个品质 也提升了 那有可能啊 有可能民间人会来 跟我们政府买我们的沥青 我想我们政府的沥青 是比较有保证的啦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自己来卖沥青 也不是不行的啦 所以这边 那我就请这个公务局局长 先回答 待会再请杜巴菊 这边做一个答复 谢谢 赵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早上纪元在说 我们AC跑铺之后保养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合幼有规定 就是 我们如果说我们破绊子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些交流机 就要有机压料 全都压料 要保养六点钟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伺民朋友说 路就破好了 不然要开放 他们真的不知道说 那个需要保养的 六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是我们要保养六点钟的 我们要让温度降下去 降下去 不要说我们破了 车就过 到时候又会产生 一些小幅度的测测 很小的幅度 有时候你看不出来 但是你如果来行人 是看得出来 然后既然还在说到 转如十三行的AC路面 其实我们早期 差不多 我去三四年前 我们第一个 和中间配合 就是在大叶北路 大叶北路我记得是在南段的部分 这个南段的部分 整个路段 整个路段 就是全部都会出钱 要用来跑铺 这个部分的成效也不错 那我们公部门 在做的第一个路段 是在哪里呢 是在扩建路 扩建路就是为我们 先公路 往塞到五十五号买头 包括一小段 从扩建路 往新生路 前阵桥的部分 这一小段 其实我们扩建路 大家知道 因为扩建路和新生路 你如果破朝的三个月 破新的等会 破三个月到六个月 差不多马上发生测测 那档车是超载 而且又超速 档车是没有在减速的 所以在那个转角区 大大发生测测 经过我们这次 包括纪元说的 就是基底层的改变 基底层的加强 我们又用转炉石来做 目前都是完好 是那个路面 小块并那时候是黑的 现在小块比较非白 只有这样子 另外我们就是南兴路的部分 南兴路我们也是用基底层的改 基底层重新再做部分的布设 我们用转炉石三行 非常现在铺设完 非常的平淡 而且我们今天也得到一个消息 我们得到金子奖 所以另外我们也跟中刚合作什么呢 就是我们为中山四路向南 不管是沿海一路二路三路四路 到南兴路那个路段 其实我们也请那个中刚的子公司 他提供整个路面 不管是横断面 或者是重断面的测量 这一定都测量出来了 我们也希望透过DCP DCP就是测量基底层的软硬的程度 我们透过这种侦测 我们对于中山四路 包括沿海一路到沿海四路 整个路面要如何来改善 其实我们多有一些计划 我们现在只有预算还没有到位 如果预算到位 我们可以逐年 我们不可能说一遍 中山四路跟沿海四路 全部做一遍做 那个预算非常的庞大 那我们的计划是说 我们逐年 我们一个一个路段做 总有完成的一天 总有把这几个路段 不会再产生车测 那另外就是要拜托警察的交通大队 因为我们的挡车如果超速 尤其大家在看 在红绿灯的前面50公尺 它在刷车的时候 那个重力加速度 可能它超载的好几倍 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看到 我们这台卡车 只要它的练有一次型的 这个很明显就是超载 这才给我们的市民朋友 说有这个知识 你稍微看看 知道就知道有没有超载 你如果以红绿灯的时候 我们可以停车 有跟大厨车的一旁 有跟大厨车一旁 什么旁边的 但是大厨车 停红绿灯它要启动 它的启动很困难 它的启动 它要加油下去嘛 所以尤其是在红绿灯的前面 就是前50公尺的左右 车车的都非常的厉害 所以总统这些经验 我们也会跟中刚来合作 那当然是最好 中刚来监政 我们是乐观其成 这个我们会来努力 以上 还有李局长 请耽误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关心新草药的案子 我想议员一开始有提到 所谓的新草药的都更 那我们都知道 事实上都市更新 这个是一个手段 那所以它到底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最后 就是本质上就是 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都市更新 它的本质上 就是它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权力变换 等于说我有所有权 那我才有办法 去在都更里面换取 变换到一些新的一些房地 那新草药事实上我们解决 我想一开始是要解决 所谓监裁员纠正多年的那种 所谓的占用 公有地遭受占用的问题 但是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说 新草药事实上会有一些 是我们市民住的问题 尤其是针对弱势的问题 所以刚刚议员提到 所谓的我们为什么 那个问卷是这样问的原因 坦白讲我现在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跟议员一一来说明一下 首先定五千块 我们是所谓的采用 大概二十五坪到三十坪 这样子的一个大楼的 租金的水准在打折 所以弄一个五千块 同时这个金额也比较接近 那个时候的租金补贴 大概三千多到四千块这样的水准 至于所谓为什么住五年呢 它不是说你只能住五年 因为以现在全台湾各县市 所提出来这种关于社会住宅的 那个所谓的租的年限 因为社会住宅里面 它有一定的身份的特殊身份 十二种弱势身份的保障 所以它等于是说它签约 可能有的县市是说你只能签两年 那两年到然后再重新评估身份再来签 那有的是大概五年 也有的是三年 所以各县市的状况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就是在问卷提到这个部分 那另外为什么会问这个题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题就是 如果它的原因是说 认为说五千块太贵的话 那我们还有加问一题就是 那你认为多少租金是他觉得可以接受的 这是在那个同一份 我们提供给财政局的问卷题目里面 好那所以关于说假设上次议员 已经有几次的在 不管是在市场施政报告 或是在我们都委会的部门咨询 议员都有提到那个所谓的中继宅 要不要盖 所以我觉得议员观念没有错 就是说那个是社会住宅的概念 它是一个只租不受 那所以假设是有些清朝的 那些占用的这些居民 他是即使他很便宜的价钱 要卖给他 他都买不起的话 那是不是有需要去住到社会住宅 或是他有能力到外面的地方去租 假设他领取租金补贴的话 他符合那种弱势身份 所以是这样的多种考虑之下 才要进行评估 那不过我像上次已经有答应议员 就是等我们部门咨询完之后 跟议员去限定去看一看 那把一些相关的实际上的问题 然后可能也跟议员做一些讨论 那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去有一个 比较进步的往前推的方向出来 那我们再来做 那不过我想社会住宅这件事情 只要大家有意愿 我们就来做 好谢谢陈信玉议员的咨询 那向大会报告 两天半的会议到此全部结束 各位辛苦了 谢谢 在两天半当中 很多议员执行当中 给予各局处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鼓励 肯定各位的一个努力 可是也有很多议员有很多的建议 就好像刚刚我们陈信玉议员收到的 能够请中刚来认养道路 让我们道路的品质能够更好 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议算 以及我们很多议员对地价税 要请地震局在计算上核定上 能够努力 那也有我们的议员为公园 能够为小孩子能够设想 能够有我们孩子的一个公园 有很多议员的很好的一些建议 我们也请各位能够多多的采纳 也有很多的对各局处的一个批评 那如果各位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们也请各位能够做修正 那更有很多地方建设的一个争取 那我们也请各位能够重视 各位议员的那么宝贵的一个争取 那就像公园啊 马路啦 尤其是马路真的是可以说在合并前跟合并后 整个高雄市的马路 现在变得真的很糟 因为议算的问题 以及公共设施等等的一个装设跟修缮 我们希望公务局能够多边一点议算 而且能够尽速的一个处理 也希望不要有南丽议员之分 去做这些的一个 一些修缮 那以上谢谢各位 大家辛苦了 上会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